2万人震后大逃亡,中国游客目击印尼地震惊魂。 印尼龙牧岛、Lombok、巴厘岛以及吉利三岛的未知图。 当地时间8月5日傍晚6点多,印尼龙牧岛的夜幕降临。 来自四川的李女士正趴在酒店五楼的窗边,仰望天空,欣赏着这座度假圣地的夜色。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,当时感到自己要被震出去了,李女士瞬间反应过来,地震了,于是赶紧找到卫生间的一个三角去坐下来。 两三秒后,酒店突然断电,很快又恢复,但房间还在摇晃。 墙壁开裂了,上面挂的画精不住摇晃掉下来,桌上的瓶瓶罐罐也都乒乒乓乓地被震到地上,差不多持续12-3秒才结束。 等到地震平息,李女士拉上朋友从五楼一路飞奔下来,逃到一块空地上才定下神来。 6日,地震时正在印尼龙木岛的李女士向澎湃新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 当地时间5日18时46分,北京时间19时46分,印尼西弩沙登加拉省龙木岛发生李氏70级地震,地震震中15公里深,位于东龙木岛西北18公里处。 根据印尼官方的数据,目前地震已经造成98人死亡,超过200人受伤,但并未造成外国人死伤。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领事馆告诉澎湃新闻,还没有收到任何中国游客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信息,此前被困的39名中国乘客已经安全撤离。 根据印尼官方的说法,地震后,约有2万名当地民众和游客被转移。 但和李女士一样,许多来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都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。 龙木岛北部镇后受损的民房,首次带团去巴厘岛,经历两次地震。 地震发生时,在酒店房间里的李女士感觉震感特别的强烈。 而正在赶路的米女士也是惊出一身冷汗。 当时,我正在龙木岛,盛吉吉地区,刚吃完饭打上出租车,就发生了地震。 米女士告诉澎湖,她看到路面出现了地裂,头顶很多电线杆一度闪现电火发。 她的一声,旁边餐厅的灯就熄灭了,瞬间整个岛就陷入了黑暗。 米女士说,在龙木岛,通常晚上六点多天就黑了。 大概停电了一小时以后,供电和手机通讯才得以恢复。 米女士在龙木岛从事旅游地接服务,她在龙木岛租住的当地居民民宅就在该岛西部的Battle Real地区。 民宅后院的木质亭子已经在地震中倒塌,房间的玻璃窗也碎了。 据她描述,盛吉吉旅游区内的Holiday Resort酒店受损严重,一楼接待大厅大部分地区被倒塌的建筑材料所覆盖。 旅游区内不少房屋的屋顶也在地震后出现倾斜的情况,没法继续居住了。 在龙木岛的努拉莱国际机场,来自巴黎岛的雷切尔科尼利厄斯正准备返回巴黎岛的加州,他起初并没有把地震当回事。 当时我们刚刚点了一些饮料和食物,几分钟后我们感觉整个机场都在抖动。 刚开始我们还开玩笑说这大概是因为已架喷气式飞机。 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。但几分钟后,机场开始强烈震动起来。 雷切尔很快意识到,这并不是什么喷气式飞机,而是地震。 震动持续了大约30秒,雷切尔描述地震发生时人们惊恐逃窜的可怕景象,震动开始5秒后人们开始尖叫,四处乱跑。 奔跑中人们跳上桌子,一字被到处乱扔,周围一片混乱。 在距离龙木岛200公里之外的巴黎岛,也受到了这次地震的影响。 来自悉尼的鲍佛木尔·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巴黎岛屋不得,You bad,街道上一家餐馆就餐,然而脚下突然的强烈震动打破了这份美好。 就是突然之间有种眩晕,感到恶心的感觉,我想大家肯定起初都像我一样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错觉。 但随着震感越来越明显,人们逐渐感到恐惧,大家一窝蜂迅速向街道上跑去。 鲍佛告诉美国广播公司,ABC。 而来自重庆的导游领队和女士告诉澎湃新闻,在乌布德地区的温德姆酒店,不少游客选择在大厅里过夜。 第一次带团来巴黎岛的和女士,就连续经历了两场地震。 她的团里有近30名中国游客,7月26日抵达印尼,三天后就遇上了一场地震。 7月29日,同样是在龙木岛发生的6.4级地震,共导致16人死亡,300多人受伤。 经历了那场地震后,当8月5日傍晚再次地震发生时,和女士淡定了一些,她并没有仓促跑出酒店,只是趴在地上等待地震停止。 但是,在一分多钟以后,感受到酒店的建筑在地震中停止了摇晃。 她清楚地记得,自己能感知到的余震就有两次。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,事实上,5日的地震之后,还曾发生100多次余震。 抵达当天遇地震,被要求爬到山顶夺海啸。 印尼是一个由1.7万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,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,因此地震和火山爆发频发。 2004年底,在苏门达腊岛附近海域9.3级强烈地震,曾引发海啸并造成20多万人死亡。 此次地震发生后,印尼也一度发不了海啸预警。 来自四川的游客冯女士告诉澎湃新闻,5日当天,他们一家八口人从成都刚刚飞抵龙木岛。 但是,刚到没多久,正在一家餐馆坐下来点餐时就发生地震了。 游客在酒店工作人员率领下,往山上躲避海啸。受访者攻。图。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,冯女士本想返回酒店,但是被工作人员拦住。 因为有海啸预警,他们和酒店其他住客一道,跟着工作人员不得不一起往高处的山上爬,一直爬到了山顶附近。 大约两小时后,海啸预警解除,冯女士一家人才得以下山。 但是由于原来订的酒店在镇中受损,他们被安排转移到马塔兰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。 半里入住后,冯女士得知房间在五楼,她还是有些后怕,不敢入住。只能在大堂继续等待。 地震发生后,不少游客选择在酒店外露宿。受访者攻。图。 李女士则是在酒店外的空地上等了整整一晚上。 发生地震的当天,是李女士和朋友来印尼游玩的第五天,按照计划,她们应该在七日回国。 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打乱了她的行程。 六日一大早,李女士就准备好行李来到龙木岛机场,但因为航班的延误,她和机场的大部分游客一样,滞留在那里。 餐厅被吃空了。 李女士说,好在大家都比较有危机意识,提前炖了水和干粮,估计可以撑一两天,即使在外面露宿也没什么问题。 机场聚集了不少中国人,有些是带着老人孩子的,李女士于是在机场充当起临时翻译,大家在一起抱团取暖,互相有个照应。 李女士已经购买了七日晚间的机票,打算从龙木岛去雅加达,再决定后续的安排。 和女士带的旅行团原定于8月中旬回国,但两次地震已经让她心有余气,期待这几天可以快点过去,早日回国。 吉利特拉望岸岛的外国游客被困后,陆续被转移。 中国游客更青睐巴里岛,对龙木岛还不熟悉。 印尼灾难应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地震共造成98人遇难,均为印尼当地人,大多是被倒塌的建筑物砸众而丧生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6日报道,印尼灾难应急部部长努格罗和表示,在地震后,大约有2万名当地民众和游客被转移 不过,印尼官方此前曾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显示,在龙木岛不远处的吉利特拉旺岸岛上,曾有数百名外国游客被困 吉利特拉旺岸岛和其临近的吉利艾尔岛,Jilay Air,吉利美诺岛,Jilay Nano,并称为吉利三岛,细印尼旅游圣地 努格罗和6日晚些时候称,约2700名游客已经从吉利三岛安全撤离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6日曾发布消息称,在此被困的有约40名中国游客 6日晚,横派新闻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,包括39名中国公民在内的游客已全部被撤离至安全地区,其中部分游客已成员定航班离开 与此同时,地震发生后,旅游公司也加入了帮助中国游客撤离的工作 携程旅游告诉澎湃新闻,地震发生时,携程没有组织团队游在龙木岛上,有四名通过携程预定自由行产品的游客,从上海出发在龙木岛上 其中二名已经从龙木岛去往下一形成目的地,二名仍在岛上,均已确认平安 据了解,携程还启动了重大灾害旅游保障金应对龙木岛地震事件 对于近日计划去龙木岛的旅游者,从8月6日至12日七天内,通过携程预定龙木岛自游行、一日游等行程的游客 可全额退定旅游产产品,预定巴厘岛、龙木岛旅游产品的游客,携程将免费退订龙木岛的旅游费用 针对此次地震事件,携程还启动了SOS支援、24小时中文服务、威领队航中支援等服务 业内人士介绍,龙木岛不是中国游客的常规团队旅游目的地,跟团游客大部分都在巴厘岛 目前国内赴巴厘岛的航班、旅游团正常 正在巴厘岛带队的携程旅行社领队网旅告诉澎湃新闻,地震时是当地时间晚间,旅游团已经回房休息 巴厘岛距离龙木岛比较远,受到的影响不算大 目前,巴厘岛的情况照旧,基本上没有受到五日地震的影响 网鱼已经带队前往巴厘岛海神庙,继续之后的行程 岛内热门的景区和餐厅内,仍能看到很多中国游客 龙木岛位于巴厘岛东部,隔海相望 据了解,目前中国游客对于龙木岛的熟知程度还不够,旅游客群主要以自由行散客以及一些攀登摄影爱好者为主 国内游客主要是从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成都出发前往龙木岛旅游 由于当地知名度、交通运力、酒店数量的限制,团队游很少涉及该岛 不过,近年来随着印尼政府对龙木岛的宣传以及游客对海岛的深挖 龙木岛逐渐呈现在资深旅游爱好者的视线中 根据携程出境自由行订单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通过携程平台报名龙木岛 自由行的旅游者同比去年增长100%以上 54%的游客平均年龄在30至39岁 主要是一些年轻情侣、爱好徒步拍灯摄影的旅人 近期巴黎岛、龙木岛等小奴沙登加拉群岛周围地壳运动活跃、地震频繁 驻登巴萨总领馆提醒中国游客注意安全提示 了解和掌握地震紧急自救知识 切勿攀登临贾尼火山、远离阿贡火山附近区域 关注天气海况、切勿冒险出海